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即使这样维持也不可能有好转 第二个就是自己亲手把氧气管拔掉 贾经文思索了两久 最后做出的决定竟然是拔掉他父亲的氧气管子 他母亲拒绝这个事 但是贾经文毅然决然的这么做了 后来有媒体爆料这个事之后 贾经文遭到了负面舆论太多太多了 贾经文后来走出这个阴影之后 在节目当中采访说 即使让他现在做出这个决定 他依然决然的还是去做那个决定 因为他觉得那样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还有网友当时破口大骂说 贾经文亲手置父亲于死地 各位网友 您对于贾经文这个做法怎么看呢 环境说出你的想法 好